中亚萌羊犬PK比特犬 究竟谁能取得最终胜利 有人说 让两只狗打架最好的办法 就是扔给他一块骨头 今天咱们就扔给他一个生机架 让他们去抢夺 看看比特犬厉害 还是中亚萌羊犬更加厉害 话不多说 萌犬PK精彩呈现给大家 一号选手 一只五个月大的巨型比特犬 已经进入了运动场 卡斯罗犬被他打得节节败退 看来卡斯罗犬完全招架不住他 一招就被他撂倒了 不得不说斗犬基因是与生俱来的 稍后就让二号选手 中亚萌羊犬进场 卡斯罗犬的确不是这只比特犬的对手 中亚能不能反败为胜 两只狗准备开始抢夺肉食 这两只狗平时 直接给他抢走 这两只狗平时都是喂狗粮的 这是他们第一次吃肉 快点 小中亚还没有反应过来 来 过来 抢 两只狗抢开才有意思 对吧 哎 哎 看看谁厉害 走 比特犬已经被一招放倒 面对绝对的优势之下 比特犬选择服软 这也是中亚牧羊犬第一次吃生肉 好像有点无处下口 目前情况来看 这两只狗都是五对二大 中亚牧羊犬体型已经彻底超越了巨型比特犬 战斗力方面也彻底碾压巨型比特犬 他们成年之后究竟谁更厉害呢 更多精彩视频 咱们拭目以待 咱们拭目以待